在曼联的美国之行中,意大利国角达米安意外,地区得了不错的表现,英国曼彻斯特晚报,赞扬他,完成了一次值得记忆的告别演出,但达米安今夏会离开曼联,几乎是肯定之事。 只是加盟哪支球队的问题罢了,上赛季,达米安是不折不扣的曼联即将,出场此数屈指可数,但达米安在美国行表现出了极好的职业素养,没有因为即将离队而随便踢,对黄马的比赛,他完成一次助攻,也参与了另一个进球,如果不是因为之前三年的经历,他在曼联或许还有前途。 曼联评价说,目前,最有诚意引进28岁的达米安,但是一假的纳布勒斯俱乐部,但曼联为他定价1800万磅,如果他最后没能离队,穆帅也并不介意,因为曼联目前缺乏边位,而纳布勒斯更希望先租后买。 本周初,意大利人曾向曼联爆出一份租借合同,曼联希望他们直接买断,现在,安切落地执教的纳布勒斯,将会第二次为达米安报价,他们仍然希望先租借,并且愿意支付租借费,一年后再彻底买断,纳布勒斯今夏肯定会收购右后卫,他们也在考虑热次的比例时后卫奥利耶, 跟达米安类似,因为热次又后卫特里皮尔世界杯后休假,奥利耶如果留在球队,赛季初能打先发,与此同时,万联希望引荐的英格兰中尉马奎尔,被纳入了莱斯特成新赛季,白色客场球一的宣传海报,蓝湖希望留住二,五岁的马奎尔,主帅普埃尔公开表示有信心留住他,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出现在球一宣传海报, 也不代表球员留队,因为新球一照片通常是上赛季结束前拍摄,例如一年前马蒂奇也出现在切尔西主场球一发布的海报里,如今,他已经度过效力曼联一周年纪念日,周二,曼联还有半个月时间确定达米安的去留,但要引进心中内,只剩下一个星期而已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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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